小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又是讲故事的时间了 今天Miss Fang要跟小朋友讲一个故事 故事的名字叫 葫芦拨种子 好,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听故事吧 葫芦拨种子 一个小男孩把一颗葫芦拨种子种进了土里 他的妈妈对他说 这颗种子恐怕不会发芽 他的爸爸说 他恐怕不会发芽 他的哥哥也说 他不会发芽啦 每一天 小男孩拔掉了种子四周的杂草 然后在地面上浇水 可是 什么也没有长出来 还是什么都没有长出来 每个人都一直说 这颗种子不会发芽 但是 每一天 小男孩 还是拔掉了种子周围的杂草 在地面上浇水 结果有一天 呼噜 呼噜 长出来了 就跟小男孩原本想的一样 好 我们的故事讲完了 小朋友们 你还记得故事里面有谁吗 你可不可以告诉老师 故事里面有哪些人 发生个什么事呢 小男孩的种子 有没有长出来呢 小男孩每一天都为他的种子 做了什么呢 小朋友们 你们在家里有没有种种子呀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